欢迎你锁定 中式新闻全球报导 来关心台北市中山区一间酒店 在三号上午惊传凶杀命案 有一名自称是医师的男子 他点了一名张姓女公关 一次想将对方带出场 遭到拒绝一气之下 猛砍对方六刀夺命 之后他畏罪自残当场被罚犯 酒店外一名女子躺在单架上 被紧急送医 随后一名男子双手伤号 被警方带出 一大清早 酒店内竟然传出凶杀命案 死者家属表情相当沉重 想不到自称待业中的女儿 竟然会死在酒店内 二号晚间七点 自称是医师的陈姓常客 来到北市中山区一家酒店 指明他多次点台的张姓女公关座台 没想到几个小时后 竟然持刀将他杀害 店家人员表示 因为有听到女生的尖叫声 所以进到包厢查看 这个包厢的马桶内 有一只这个水果刀 29岁张姓女公关 当晚一路陪酒 到隔天早上七点 嫌犯想框她出场 却被拒绝 仪器之下 竟然拿出浴场的水果刀 狠刺女公关六刀 其中两刀命中喉咙 其余则分布在腹部等位置 刀刀致命 女公关倒握血迫当中 送医不治 你跟这名女子有什么纠纷吗 为什么要打他 往前走 这种追求不成吗 警方查出自称医事的嫌犯 根本是无业 想自台身架 犯案后还持刀自残 但相较于行凶的刀刀致命 只在自己胸口留下轻伤 就以后依杀人罪送办 究竟是感情纠纷 种下杀鸡 或是有其他纠纷 警方还要持续理情 杰林川友淘 台北上网报道 三号上午 新店的私立贵族学校 发生了校车对撞意外 当时载着学生的司机 疑似是因为眼睛不舒服 竟然冲到了对象车道 和同校的校车相撞 车头毁损 那么这个被撞的司机的 左脚也挫伤 另外有九名学生 轻伤送医 救护车十万火急 冲往山中贵族私校 直接两辆校车 车头对撞变形 挡风玻璃爆裂 更令人捏把冷汗的事 车上还满载 正要去上课的学生 救护人员紧急包扎 伤者表情痛苦 被台上担架送医 还有受伤学生 也陆续送往医院治疗 现场一片混乱 肇事的两车 还是同校校车 发生严重对撞 目击驾驶心有遇气 很可怕 我下去我看到 第一次看到这种严重 也蛮惊心动魄 三号上午八点多 新北新店秀岗桥上 某私立贵族学校的 两辆校车 发生惊险相撞 64岁徐姓司机 当时在学生 沿华城路上山 要到学校上课 突然眼睛不适 车就偏到对象车道 与开着空校车 下山的株性驾驶 来了个正面对撞 下山的司机 伤势最为严重 左脚擦错伤 而校车上的学生 也倒成一片 共有九名学生 情商送医 所幸伤者皆无大碍 徐姓驾驶表示 现阴阳光逆光 导致死路对象车道 肇事驾驶工程 是因为眼睛不舒服 酿货 校方也调阅行车 记录器 厘清事故原因 贵族私校上演 通勤惊魂计 是在让大家 受到不小惊吓 记者杨中生 范雅乔在新北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说台湾九成的退役军官 向大陆贩卖情报 引发轩然大波 传出有民众为了抗议 跑到了日经新闻 台北办公室 颇洒会晤抗议 要求日经24小时之内道歉 目前已经掌握了 这个涉案人的身份 他疑似就是 曾经有送过奇月饼 给这个媒体人周玉寇的 一名甜信男子 警方将通知他到案说明 来看到南投竹山工业区 在上午突然一下 8点58分 无预警的大停电 当时有不少的工厂 是被迫要停工 业者急得跳脚 一个多小只之后呢 才终于恢复供电 那么总共有60家工厂 都受影响 业者损失超过100万 而往上去追着停电的原因 一度传出说 是台电的施工人员 看错了施工颁表 对此台电的解释却说 他们是漏发了停电通知单 工业区洗衣工厂正中午 报忙赶工 因为上午台电 突然无预警打停电 害他们中间 整整一两个小时 被迫停工 洗衣厂业者气炸了 停电一两个小时 损失破百万 还不只有他 整个南投竹山工业区 六十间工厂都无电可用 经过层层反应 居然得到这个回应 传言说是 台电寄错停电施工颁表 这会不会太乌龙 正常来讲会通知说 要停电 但是都没有通知 突然停电之后 跟客人说不好意思 然后请他晚一点来过来 看错板表是这回事吗 其实是没有看错板表 陋列了大约将近六十户的用户 没有收到停电通知单 台电称原本就有排定做检修 不过他们原先发给工业区的通知 写的明明是下午一点开始停电 莫名变成早上八点多 就不供电 工业区经济重地 损失惨重 台电计划新停电 却没确实告知正确讯息 业者全气到跳脚 现在打算要对台电酬场 警察中文响 刘文斌王世函 南投采访报道 民众拍下的离谱画面 在国道上竟然是警车行进当中 后方保险桿左侧被强风吹起一大片 摇摇晃晃随风飘 但是驾驶似乎是完全没发现 继续向前开 真的是吓坏了后方驾驶 而警方表示这辆警车 是先前曾经有损坏 而远警是自行来修理 没有想到碰到了强风 才会差一点遭到吹落 疫情捷径 不少人到日本去旅游 在药妆店疯狂扫药品带回来 热卖的许多像是知名的感冒药 还有止痛药 胃散等等 但专家要提醒您了 日本版的知名感冒药 其实里面恐怕含有 台湾所禁止使用的鸦片类 强效症壳成分 长期服用不但可能会成瘾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毒品反应 疫情解禁 台湾游客杀到日本旅游 狂扫药状店不手软 超强手日本感冒药 知名止痛药 还有人把胃散当保养天天吃 但却有专家说 小心恐怕含有禁药 甚至含有毒药吗 日版感冒药金黄色细脂粉末 被钥匙点名其中一种成分 属于鸦片类强效症壳 长期服用恐怕会成瘾 台湾禁用 一旦吃出问题 没有药害救济 尤其是二岁以下 孕妇不得使用 毒品妙检可能呈现阳性 职业军人要特别小心 在不正当的使用 比如说10盒20盒的 这种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很有可能会造成 这种毒性反应 除了日版感冒药 致命止痛腰系列所含的阵力剂 可以疏解紧缩型头痛 但台湾禁用 当然就没有药害救济 副作用造成试税 骑车开车药脚型 还曾经出现血小板低下 导致流鼻血 基于保护这个民众 就是免于在这个 使用高剂量的情况之下 造成的伤害 其他还有像是日本胃散 用来中和胃酸 但含有强碱碳酸氢钠 不建议每天用 肖红颜眼眼药水 不可以连用超过七天 以免发生反弹性冲血 眼睛更红 但就怕跟日本感冒药搞混 台版药厂发声明 符合法规 不含禁药 不会成瘾 民众到日本狂买药 觉得药下好也不能狂吃 以免禁药吃下肚 恐怕伤身 记得今天中王书宏高雄报道 有车主说 他开车载着朋友去看中古车 没想到自己的车 怎么却被人家上架拍卖了呢 车主控诉 他当时是陪朋友到桃园去看车 把车就停在车行的门口 事后他发现 业务员擅自拍照了他的车辆 还PO上网宣称 要卖这辆二手车 车主怒哄业者会不会太夸张 事后业者道歉 并且澄清 以为是车行的新进车款 是误会一场 中古车行业务PO出卖车广告 20年白色轿车 车帽各角度都有 主打看比新车 却不用新车价 但休旦积累 这车子要卖 怎么当事人却不知道 车主将广告截图PO网 直呼这业务有够夸张 我的车你说卖就卖 事发就在桃园 这家中古车行 原来当天男子陪朋友去看车 把车填在门口 根本没要卖车 没想到车行业务员 没询问也没经过同意 就把他的车 牌照上传网路上 审承要出售 争议一出网友试景 有些车行做这样的举动 代表要找人 去把你的车偷走便卖 被控乱卖车 车行赶紧澄清事误会一成 已经跟受害车主致歉 但网友不领情 说这就是车行套路 在网路上卖车的都是这样 很多人的车被卖掉 只是为了吸引顾客上门 有些车行刻意发布车照 实际上可能不是为了单纯广告 而是想借此了解市场状况 再说服车主卖车 虽然业者否认声称 只是乌龙一场 也没实质违法 但游走边缘 吃其他车主豆腐的手法 也引发议论 记者杨洁张贝兹采访不懂 最近总统府一队被人拍下 这么一张乌龙的无头灵异照片 这让总统府的灵异传说 又重新被勾起 其实总统府当初 是建在一个祠堂之上 日据时代 这边经历过大轰炸 因此盛传总统府的底下 当初有坟墓 不少资深媒体人 还有总统府的员工 都曾经听说过 说有人在晚上听到 日本军人的脚步声 总统府旁一字排开的衣队 竟然有人没有头 撒坏衣票人 原来是被树挡住的 乌龙灵异照 但其实总统府内 早有不少灵异传闻 当初总统府就是建在 两个家族祠堂的土地上 日据时代当总督府 1945年遭美军疯狂轰炸 死伤惨重 传出总统府底下 全是坟墓 拿出旧时空拍图 总统府被发现 外观暗藏鬼脸 有人说这脸谱 跟第四任总督 而御元太郎 凶和模样很像 不少过去在总统府 工作的人或记者 对灵异事件 有人亲自见证 有人遭有耳闻 我们一些记者 常常在半夜 也会听到外面 有莫名其妙 讲不声走过去 门会自动开合 一个类似广场的地方 有人看到说 日本军人在那边列队 吓了一大跳 还有人说 在这台湾最高权力中心 深夜常会听到 奇怪的声音 总统府那个地 有一块是那个 大概是一个市场 叫周百炼 家族的坟场 后面长沙街是行场 变成国使馆 有些时间 会听到那个 马穴的声音 事上总统府地底下的坟墓 早已尽量签建 近几年在里面工作过的人 有没有见证灵异传说 总统府非常大 你一个人睡办公室 坦白讲刚开始睡 是心里又毛毛的 睡了几次之后就发现 也还好啦 平平安安 历任元首办公的地方 总统府穿着附会的 林益传说没停过 神秘面纱下的最高机密 也最神秘 接下来 叶维林林璇台北报道 这面告示牌 您看得懂吗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上楼花着一个人 仰天大笑 刚好有一只鸟 飞了过去 看起来排泄物 似乎是快要掉进嘴里 原来这里难道是 禁止大笑吗 网友爆笑讨论说 这样的告示牌 也太幽默吧 难道有发生过 真实的案例吗 原来这告示牌的地点 就在高雄美术馆 这苦手的告示牌 还不止一个 这个告示牌到底真的假的 画着一个人笑到歪腰 上面一只鸟飞过去 排泄物竟然直直落 写着当心养笑 就像这样 抬头哈哈大笑 要小心鸟排泄物 刚好落下吗 特别告示牌 要民众禁止捧腹大笑 民众笑翻了 可是我觉得真的 很有艺术 要注意上面的鸟 不要吃到鸟食 这还蛮有趣的 抬头然后嘴巴开开 刚好小鸟就到那边 这号制是真的 就在高雄美术馆 网友笑翻刷一排留言 简洁明了 好友创意 别笑太开心 记得不要养笑 是不是有真实案例 才会有这路牌出现 真的幽默感十足 我当年第一名的作品 那美术馆这么大 然后有这么多的鸟类 所以他当时就抬头一望 然后刚好就是那个 那个小鸟就是有大便下来 所以他就觉得说 在美术馆绝对不能大笑 酷手告示牌 在美术馆不止一个 还有这个注意时间 但并不是要小心捡到钱 而是要提醒六狗 记得要捡狗黄金 还有儿童沙坑区 也放告示牌 禁止也放小孩 是蛮好的啊 我觉得 因为他在美术馆嘛 然后他用一些图像 和语言的设计 去引导民众 对图像有更多的思考和反应 特别告示牌 还有这 写着咕咕鸡出没 请减速慢行 怎么山路会有鸡出现呢 结果往前一看 还真的有咕咕鸡本尊 告示牌提醒民众注意事项 但内容超特别 KUSO有趣意外 先起讨论 记者洪富人陈山山高雄 采访报道 蔡政府当时配合美国 让护国神山 送到了美国去设厂 本来说美国要优惠 来补助台积电 台积电美国厂 厂房也已经盖好 如今美国政策出炉 却是要拿补贴 就要和美国来分享利润 而且十年都不准 在大陆扩厂 专家炮轰 蔡政府是不是条件没谈妥 就急着摆台积电 给嫁出去 现在只能当盘子 蔡政府把护国神山 台积电送到美国 台积电连美国凤凰城 厂房都盖了 美国当初说要优惠 补助台积电 但晶片法出炉 想要补贴有多项弹书 包含必须和美国分享利润 十年不准在大陆扩厂 以及照顾建厂人员 孩童托育等等 专家痛批蔡政府 害台积电骑虎难下 台积电被当盘子了 帮回老大嘛 到他的地盘上去投资 赚了钱还要跟他分 这个简直是长道行为啦 那你现在厂都设了 你不答应行吗 上百亿的钱都投资下去了 后面还有四百亿 头也洗啦 只要被美国人绑架了嘛 我们怀疑他们是不是跟美国政府 勾结起来一起坑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网友也傻眼 炮红蔡政府 人家条件都还没开出来 就急着把护国神山送过去 像是你把新娘推进洞房 睡醒后婆家却换条件了 台积电营收2018年到2020年 近20%来自大陆 美国限制台积电在大陆不能扩厂 恐怕影响很大 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成本 当初预估了超过十倍 美国政府答应给的补贴反而变少 还要要求回扣 台积电就是花了大钱 然后做赔本生意 还会断送自己的技术领先优势 整整被整个蔡英文政府出卖 这美国人下一个命令 毫不考虑 连问都不敢问 当做养女妈就送出去 她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 你去选美国总统好了 美国人看投不投票给你 蓝军轰若蔡政府一意孤行 恐怕让台积电变成任人宰割的大肥羊 记者张正名 陈宇庸 台北报道 很多人天天都吃保健食品 认为保健食品就等于健康食品 但这竟然是错误的想法 要是揭秘健康食品有两种 通常在这个包装上 就会印有小绿人的标章写着 未属健食字号 或是标明药字号 比方说像是这个鱼油和红麴 就是属于是健康食品 另外如果说这个包装上 印有食品的标记 那只能够算是保健食品 比方说像是益生菌啦 蔓越莓等等 都不能够宣称有任何疗效 上半组的抽屉已打开 各种瓶瓶罐罐 成分功效 不同的保健食品 一天还要吃上好几颗 叶黄素啊 益生菌这样 胶原蛋白 骨头的那个嘛 我也鼓励 类似电视有在广告 不少人以为保健食品 就是健康食品 难道吃下肚了 就真的能健康了吗 其实两者并不同 像是益生菌 B群维生素 CE胶原蛋白 蔓越莓等等 这些保健食品 瓶子上都只有标明食品 没有胃腹部认证 不能宣称有护肝 抗疲劳 延缓衰老等疗效 并非健康食品 而健康食品的话 大家可以认明两个 如果看图的话 就是看小绿人标章 那如果是看字的话 您会看到胃鼠 健食字号 至于健康食品 又分为药字号 跟胃鼠健食字号两种 药是揭秘 由药字号的 属于药品规格 功效更上一层楼 鱼油及红麴 也是健康食品 包装上有小绿人标章 同样有胃鼠健食字号 超商货架上 品牌绿茶 优肉乳 包装上印有小绿人标记 同样是健康食品 民众购买前多注意 才不会保健食品 和健康食品 杀杀本不清 记者黄奢夫李云杰台中报道 香港尖沙嘴有一栋48层楼高 兴建当中的饭店大楼突然一下发生冲天大火 火势非常猛烈迅速蔓延 让大楼瞬间烧成了巨大的火柱 而且不少的建筑材料从高空坠落 波及到隔壁的起来灯饭店等等六栋大楼 意外当中有两个人受伤 那么香港到处都是这样了 40 50层楼高的大楼 是远远高于消防云梯 因此高楼的火警安全也再度受到重视 郑兴建48层高饭店的前海员之家 2号晚上11点多发生火警 火势猛烈并迅速蔓延 大楼瞬间烧成一根巨大火柱 犹如电影的冲天大火 有几下 蹦了几下 好像会拍电影 火屑及建筑材料从高处坠落 波及路边垃圾及隔壁的洗来灯饭店等六栋大楼 烧房疏散了附近170人 并把火警升为市级警阶 出动66辆烧房车 4辆救护车共250人 意外中两人受伤 烧房一度以云梯靠近 以及在对面大楼向火场射水 但都不成功 大火焚烧9个小时到早上8点多才扑灭 1996年 米敦道加利大厦在分心期间发生无几大火 烧了21小时 造成41人死亡 检讨后加强对高楼的防火要求 香港到处都是40层以上大楼 而烧房云梯一般只到18楼 所以高楼都规定有烧房设备 以及防火楼层 用作解慢火事蔓延及民众临时庇护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